凡聖的这个对比 光谷跟凡聖的这个对比 那在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文章里面的话 我就去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照片出来 看看能不能来呼应一下 他这个文昌所要写的 我们常常在讲说 这个五场跟这个恒场 这也是两个对比 我们当然不希望五场 我们希望好的东西 都能够不断地维持下去 家庭大家我们希望 小孩子贺连卡里面 大家写说 祝和家平安喜乐 大家都健康快乐平安 宏图大盘赚大钱等等 希望他能够持续不断 可是是不是永远能够繁盛 他有时候也会放 有钱人家盖了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 可是20年30年40年后或者是60年后 可能就是这个景象 这个景象我特别刻意去挑选的这张照片 这个景象不会让你看起来觉得很荒凉 不会 这个还是特别刻意去挑选这个 还有绿色的很漂亮的这样子 那这个是我想这个是要来呼应他这个小学 希望能够能够让这一个光武跟这个环盛 之间能够有一个融合 希望能够有一个融合 那从台湾到德国有很多的一些心理 有一些价值观念思想都会有一些矛盾冲突 不断的会在心里面产生 那一个文化的嫁给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国度的一个老公 那难免有一些文化方面的不同 思想各方面的差距其实是会有的 那这个要去这个对立 从这个对立里面怎么样去寻求一个协调 所以我们是否会学会调试心灵来面对这个执着的这个愚痴 我们一般会选边站 我们喜欢凡胜不喜欢荒芜 我们喜欢我们习惯的那一个价值观念 我们不习惯于接受人家心的观念 那思法自然要先学会欣赏自然的这个耕田 学习会接受自然的这个日升星辰 花锁地楼 那生命总是不会默默的消失 我们是不是学会放手 从刚刚的那一个苹果的事情 来过接受这个生命中的这个 所有的这些福顿 有时候是好的 那有一些人事物过去就是 并不是我们预期中想要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就都是要学会能够很平顺的来接受 来看待这些 那这样的道理 部分国家跟种族人都应该努力学习来生法自我的灵性 生命才能走这样增长 所以这30公斤的苹果是他第一回感受到 苹果原来这么的硬 敲在头上还蛮痛的 那一颗掉落的苹果被雨刷的好红 看着雨水一滴滴掉落在苹果身上的这个痕迹 像是在告诉我说 对生命的美丽风景 或许有时候该学习的欣赏它 那却不应该将之赞尾己有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那这些东西可以将以下的这些都会贯穿在一起 我想他的整个整个所要表达的 这些都是他有一个脉络这样子写下来 所以说是蛮深度的 我刚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只以为它是一个一本旅游杂记之类的 但是当我仔细的看的时候 我发现我不要花很多的时间 才能够体会他的内心事件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深入的书 那这个就是来到了他的这一个有机的这个农家 这一个农场的主人在这里 女主人还有小孩子 那么他们所卖的这些有机的产品就摆在这边 那价钱是在这边 可能会有一个丢钱的地方 没有人雇的这样子 那这些母牛它 都是有机的环境之下来生长 然后它的这个 生蛋的这个鸡也是一样 所以它的蛋也是有机鸡蛋 所以它为了要买一颗有机的鸡蛋 所以它就东问西问最后来到的这一个农庄 跑到了这一家农家 叫做Pank先生的这个有机农场 那它说它看到了一群快乐的母鸡 因为这也为什么快乐 它这个母鸡是没有把它关起来的 它是可以在农场 它农场很大 所以说鸡是在那边到处乱爬 所以晚上它也不用回家 它鸡也不用回家 那生蛋的话也是到处去找那个鸡蛋 所以要生蛋的话可能要找那个 很多小朋友去找蛋 去找蛋 把那个蛋找回来 所以它这个 鸡的话呢 是什么时候才要把他们找回来 就是冬天下雪的时候 要把鸡 你们要回来 不然就要下雪 中间慢慢招呼 所以Pank先生的有机农场 所有的人力金钱时间 大家其实投入了蛮多的 但是德国的高科技 对他们也是有帮助的 这些农庄里面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枣气 这些堆肥 这些东西就会产生枣气 甲烷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的话 它就拿来发电 发电的话 政府会给它收购 就好像我们台湾的这个台电 它就会帮它买这个店 那它卖给台电的这个店呢 那就是一年的话有七百万 所以这个的话就可以让它有办法 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真的用有机的方式去经营 因为那些是不划算的 因为有了这个早期这一项的一个收入 让它们就非常的能够抽入这整个 所以说它就可以一无反顾的 投入这个有机农场事业的经验 那我们再来往下看下一页 所以只有在冬天下雪的时候 这个母鸡才需要把它叫回来 所以它说只有这个天天快乐 长大的这个母鸡呢 才会生出好的鸡蛋 电钢的鸡蛋 所以德国的这个鸡蛋呢 它都会每一个鸡 每一盒鸡蛋上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编号 2-axis 什么这样的一个很长串的这个编号 那这个很长串的编号 这个第一个字母代表的就是 那个有机鸡蛋的程度 如果是零的那个是最好的有机鸡蛋 那就是说把它放到野外 然后生鸡蛋也要自己去把它找回来 吃喂给它的鸡料 全部都不能有那个不是有机的东西 这样才算是零号的 二号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那五号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在吃 台湾现在我们大家在吃的这种鸡蛋 这种鸡蛋就是在笼子里面的 吃那个不是基因改造的那个鸡料 是基因改造的鸡料 所生的鸡所生的鸡所生的蛋 所以这个当然是叫做不是有机的蛋 是否有机产地在哪里 哪一帮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农场都可以追溯 都可以追溯 来自于自然放养的母鸡还是搬在围龙里面 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母牛 那个母牛的奶汁是要先供应给谁 先供应给谁 所以可以优先享受 主人就先拿来给自己的小孩先享用 还是给谁 前面有一部分还没讲完 零号是人到底有机饰养的 一号是放养但有固定的机饰 二三号是千两带固定的场所 四号五号就比较差了 这里 这个答案在上面那个问题 答案在最底下 和一般工厂细养的乳牛不一样 他说佩格先生他的农场里面 刚生产我们的母牛所分泌的这个牛奶 都是先供应给出生的小乳 这样才对嘛 他的牛宝宝吃够了 然后我们再来享用 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不是先送到有机商场 或者是先送给主人的小孩先喝 好 那有时候他会不免就会想一想 回首一下台湾 这标题是我写的啦 照片也是我挑的 他用一张黑白的 他在聊小时候 他说在台湾他也生活那么久 长大的才嫁人 小时候我不清楚如何看见自己独特的生命家 那求学的时代学校里头老师没教我 随手关灯 珍惜能源 比考试名列时填毛更重要 那我在想随手关灯这个是不是学校老师要教的 应该也不是啦 应该也不是啦 我们家长就应该要教 所以这个我想 也只要把所有的责任都让我们 学校的老师太沉重 我们当爸爸妈妈也要顾起很多的责任 出了社会大部分的时间都会给了工作 社会也没教过我 除了工作以外 懂得如何过生活也是一门学问 同样值得被看重跟学校 可能嘉宇他大概没有刚好没有路过我们这里 他有路过我们这里的话 他可能也会可以来这里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他也会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应该也有 大家也在讨论一下大家怎么过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真的过得更好 像我们这边也可以来我们这边 里人的这些很多的这个产品就是有机的 所以我们这里其实跟德国其实是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比如说这个他的普遍性 他的这个深入性 他的这个精致性 可能我们还是要跟他学习 那我们这边的话往往是有一个概念 我的观察 我们的概念是很进步的 我们的概念往往是没有输给德国 输给日本 但是我们的做法就有一些差异 我们也知道车子要做到最好 理论也是很好 但是我们就做不出BMW跟店 那到日本去的时候看到日本朋友就把我们中华民国国旗升起来 贵宾来的时候他们都这样做 然后就站在那个国旗的底下 那个草皮上面 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邱先生你看看我们这一个草皮有什么不一样 我看了很久我说这个是草仙草 然后种得很漂亮 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不一样 我们这里是你没有办法从草仙草里面的找出另外一个不是草仙草的杂草在里面 你没有办法找到那颗杂草就对了 我就不太相信 我就蹲下来看一直看一直看 真的是干干净净草仙草就是草仙草 所以他们的个性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点催毛求疏 有一点鼓摸 但是科技要进步 就是要做到止于至善 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好 那我想我们这个就部分 再来进入另外一个地方 他在德国有时候他就会到邦晚的时候他就会回家 回家的时候大概会看到这种景象 来挑一幅这个照片来代表他的当时的那种感觉 那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出国 一上飞机就马上开始想家 尤其是在那个邦晚看到在国外走路的时候 看到这种景象很温暖的这种灯光 或者是在夕阳在夏威夷那个地方 往台湾的方向看都会产生一些想家的感觉 而对里面的这种温馨的这样的一个家的情况 会有很多的想象很向往 所以这个很温暖的这个蓝蓝的灯光 透过这个窗户远远远远看的见 大火正围着餐桌层在享用这个美味的晚餐 那这一幕德国家庭晚间方具的景象 那就是说一直在他们头脑里面 那德国人在大部分的人都在家吃晚餐 那我们出过国大家都知道 那到德国去那如果去餐厅 我们一般住在旅馆里面就在旅馆里面的屋舍餐厅来吃个晚餐 那带单拿出来一看 大概四十块五十块美金跑得掉 那你如果要吃二十块勉强吃饱的话 那这里面就只有那个没有热的东西这样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收一收你看如果是四十块美金 那就一千多块呢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贵 没有办法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 所以他们的物价真的很高 昂贵的外食让许多人不愿意轻易在外面用餐 所以他们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们都在家自己煮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喜欢这种气温 他们喜欢这种气温 那不是说回来大家煮一煮饭 然后大家就坐下来吃而已 他还是希望说 桌子要铺一个桌巾 然后上面要摆一灯花 点个蜡子 这样才开始 这个是必要的元素 那我们这边好像 这个都可以省略 好吃最要紧 比较实惠 我买房子也是注重瓶数 食用多少瓶 没有去灌外面有没有什么 什么露台 可以种种花草树木之类 那我跟自己做了一个约定 就是说他也要去煮饭给先生带便当 然后学一些菜单 然后让小孩子回家也有一些期待 因为他小时候妈妈也是非常温馨的 所以他也希望给小孩子这样 那我们就往下来看 那德国人他晚上要不要应酬 来看看他们德国人 那我们在我们这边做生意 我们是租金密集 劳力密集 时间密集 然后做生意很有效力 台湾人也会做生意 还有跟荷兰人都会做生意 德国人呢 德国人他们说他们 一般他们是希望不要太多的应酬 他说希望每天能够有一个小时 为他们的家人呢 幸福的存款呢 添增一些利息 也尊重个人的家庭生活 他们的公司啊 行号啦 老板啦 一般来讲 都会允许让他们的员工 能够回家有一个很圆满的一个家庭的生活 家里让他充电好了 第二天来 才能够帮他贡献 更好的典子 更好的劳力 能为公司来工作 所以晚餐不一定要多讲究 但是气氛不能少 即使只是硬面包配上 腌制的小黄瓜 也别忘记要点上那种插头先 我想这些大概 不会花很多的钱 不过 但我们在这边 也可以有时候学习学习 我们家里面也许一些小小的盆 这些佛生生的话 动个几盆 然后点缀点缀 整个气氛就不太一样 这个 这个是从这里面可以让我们学习到 好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这个幸福 我们 希望说我们能够追求到 很好很美满很幸福的这样的一个 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可是 我给这个